我主要谈一下我们养蜂新手的几个误区 首先就是过度地去打扰蜜蜂 正常生活 太喜欢蜜蜂了 然后隔三场就去掀插这个风球 你这个你不知道蜜蜂费多大的劲 才把箱内的环境 调整到所有风球生活的环境 背领一个一开箱检查 蜜蜂前面的努力都强攻进去 每次开箱检查之后 都喜欢把皮拿出来 每次都需要找到蜂王才放心 开箱检查体骗的时候 蜜蜂都会比较慌张 慌张之后它就使劲地吃蜜 跟人一样吃太多了 很容易引起消化不了 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蜜蜂又不能飞出去排泄 所以很容易引起小宝贝 发生这个 平常我们说的那个大肚子力 打扰蜜蜂的症状时候 然后她的女后呢 会离皮 会中断对幼蜂的这个幼蜂的护理 这个很容易引起这个 啊 幼蜂发育的症状 甚至会导致这个疾病的把手 这个就是蜜蜂 作为养蜂蜂蜂 存在同病 第二个呢 就是贪蜂 贪皮 怎么说呢 追求那个蜂蜂的数量 不管这个有的人来蜂蜂 强还是幼蜂 只要有那种态 这种非常不错 而导致那个蜂蜂 整个蜂蜂呢 基本是幼蜂 这个不利于我们收藏 需要 我们都知道呢 强蜂 就是高厂的宝教 啊 刚才说呢 这贪蜂 还有一个贪皮 就是说每一群蜂蜂里面 那个 只追求那个蜂蜂的数量 有多少张蜂蜂 怎么样 中蜂呢 一定要讲究这个蜂蜂蜂蜂蜂 或者蜂多一蜂 这样的话 我们蜂蜂培育出来的蜂蜂 它才是强壮蜂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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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点呢 中风就不用为了 其实就算是中风 特定时期我们要使用这些细胃 比如说梅雨季节的时候 风险已经把风险类的储益消耗了 它会很容易引起断子 很容易引起肺痛 这样是新手管理风险的一个比喻 好了 关于养风险类的几点偷病 我就提了刚才的几点 希望我的视频能够帮助到点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谢谢